陶大宇 郭贤立友风外念情 毁掉一个人设很棒的艺人的最容易的方法 便是拿到他出轨的证据 陶大宇出轨时间已经曝光 他的事业和家庭便都进入了低谷 陶大宇的身遇受损 对他导演根本不过去的拍戏 环卫宝受到丈夫的背叛 艺人决然地选择离婚 陶大宇一时之间都是能杀手 变成令人唾弃的渣男 自从出轨沉闻之后 陶大宇的事业也是一落军阵 基本上在港圈算是会不下去了 只能靠在地地走去为生 当然走到哪里 香港巨星的头衔依旧是打得非常小亮 只不过陶大宇出席的活动 基本上都不再入流 什么商业开业 酒吧活动 何本精彩等等 简单说只要能赚钱 看什么活动基本上都没有直接 看到陶大宇落不是这样 大家很难以为想象到雪之安超快狗壮了 起码紧接受监费 他是别想翻身了 最可怜的是 黄City的第一目标 还并不是雪之安 而是大吭死你娃 而且接近雪之安的手法 同时到目前搭上马国面相似 又聊天工具 打击关系 随后打进南方朋友圈 应是要找机会闭到一起 即便雪之安的朋友都明白 黄City的动机不纯 才好戏提醒了她 但是没想到依旧被拍到了 爱情来得快 去了也快 男人会爱上你 也会爱上别人 女人会爱上你 也会爱上别人 婚姻里天长地久的 又也不是爱情 而是为了当初选择爱情 并走向婚姻的情感良知 婚姻总会让人逆烦 都继续退去留下的就是亲情 否则便是陌路 出轨确实是毁掉 一个艺人的最佳方式 现如今 娱乐圈中的很多艺人 人在堂墙 为了自己的家庭 生育和事业 艺人们一定要控制住自己 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